我今天要教大家如何幫自己指睫毛 那一般來講如果我們有在外頭指睫毛的話 應該都是知道我們睫毛是用本身的睫毛跟假睫毛一個一個的接上去 那美睫師在幫我們指睫毛的時候他會讓我們躺著 然後眼睛閉著然後會利用那個鑷子把我們的真睫毛的毛剝開 然後一根一根黏上去 但是我們在幫自己弄的時候其實不是很容易幫自己一根根去指 原因是因為我們不好剝毛 所以這邊有個方式可以讓我們又簡單又快速做出漂亮的電影睫毛 就像我們試在外頭給人家指睫毛的感覺 那我這邊先介紹幾個工具 第一個大概就是我們睫毛的材料 這一個就是一般我們叫做的五滴睫毛 它是有一根睫毛會分出五根睫毛 所以叫五滴 那三滴就是一根睫毛分出三根叫三滴 以此類推 那這睫毛又有分它的粗與細 當然你喜歡明顯一點的話你可以買粗一點的 但是我自己喜歡很自然的 所以我是買0.10 一般粗的話有0.20 那就很粗了 那我是0.10在中間 然後這個品質其實還蠻不錯的 它的毛呢是偏比較柔軟的毛 很像是真的Hair一樣 所以這個其實弄起來比較不會那麼硬 那它裡面有8到14mm的長度 那一般我自己不喜歡太長的睫毛 原因是因為你看 我的眉毛跟我的眼睛的距離其實沒有很寬 大概就一指 勉強一指 那如果我的眼睛跟眉毛的距離那麼窄 我還用太長的睫毛的話呢 你就會發現我的睫毛會打到我的眉毛上 所以看起來會很假 很像那個娃娃大眼娃娃是很假的 那一般來講如果像單眼皮的人 它的眉毛呢跟眼睛的距離就很寬 之後你就可以用長一點跟翹一點的 他們就會很自然 那我本身的條件不夠 所以對我來講我覺得我到18到11最多了 那我喜歡尾巴拉長的感覺 所以說我會擺8、9、11 這樣子擺一擺好 8、9、11去弄出一個扇形的感覺 好 所以這個東西呢是我們必備的假睫毛 好 再過來呢我們需要一點鑷子 那這個鑷子呢也是美睫師專用的 它是那種尖頭的 那我們在取毛的時候呢 可以去放上去 放上我們的睫毛根部這邊 好 第三個呢我們需要一個黑膠 這個黑膠呢是韓國做的SKY 那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那這一罐我其實用了 我這個品牌用了很久了 黑蓋它有很多不同顏色 我覺得黑蓋它的黏著力比較強 那這一罐大概20塊加幣左右 好 這罐呢我們需要一個螺旋梳 好 梳睫毛用的 就是我們要梳它一樣 這樣子 再過來呢我們的黑膠呢 是需要等到一個膠檯上 一般最專業的美睫師會有個小膠檯 芥檯 好這個凹長 你可以把黑膠就是放進去 但是因為我自己弄不想要浪費一個 所以我會拿這種專用的這種膠帶 好它上面是有點油骨的 然後我會撕一小塊貼在我的一個盒子上 然後我就點個一滴在上面 然後弄完就把它丟掉 那當然你可以拿一般膠帶 然後再找這種不會漏下去的 ok 好 所以說都有 喔還有一個東西我也蠻值得跟大家分享 就是一個小風扇 這個呢也是美睫師常常用的 但我們因為我們通常在幫人家直接毛縮 其實黑膠是非常的熏眼睛 所以呢 通常我們客人躺著的時候 眼睛閉起來比較不會感覺它的辣的感覺 但當我們在自己直睫毛的時候 你必須得眼睛這樣看著 這樣打開看著 所以你會覺得好辣好辣好辣 然後就會怎麼一直會想要流眼淚 那我們在直睫毛的時候其實很怕水這個東西 因為你會讓它的黏著力變糟糕 所以一般來講呢 如果你本身的耐辣的能力沒有很好的話呢 你可以準備一個小風扇 你看它會有風 很舒服 然後我喜歡把它放在桌上 然後呢 這樣子去直睫毛 那你的那個辣的氣味就往上飛 你就不會覺得眼睛那麼難受 所以這是個小小的一個小Tip 然後你也可以用風扇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 就 閉著這樣子弄這樣子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直睫毛囉 哈囉大家好 我現在要準備幫自己來直睫毛了 首先呢 我已經洗完澡了 所以我的臉是乾淨的沒有上任何妝 因為我們在直睫毛的時候臉要乾淨 而且直完睫毛的眼睛不要碰水 所以最好是你擦完保養品了都好了 那我們再來做直睫毛的動作 然後首先呢 我們可以先把擋到你的東西擋起來 所以我把我的瀏海先掀起來 其實我已經有直睫毛 但是你看它中間掉了很多個 已經空了 就是 所以我現在可以說 是在補睫毛 那通常自己弄的話 大概 看吧 我之前沒有沒有接很多 所以說 我大概三四天就會有掉牙齒 但我覺得 so far這樣也還可以 你看我梳一梳它 勉強還有一個扇形 勉強 所以你看你這樣 你不要 你重視沒有畫眼線 你出門也還ok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好 這是我們剛剛有講過的這個睫毛的東西 好 首先呢 我們在弄睫毛的時候呢 我們這個鏡子啊 就是要 剛好可以看到你 然後可以調整的這一種 你不要拿那種太小 然後這樣弄得很辛苦的這一種 要拿一個你方便看的 然後呢 燈光要夠亮 像我這邊有打個大燈 所以非常的亮 好 好 那我們的黑膠呢 在用時一定要搖一搖 然後 你不要上下搖 因為上下搖 容易把它的這個 痾 痘 堵住 所以我都是 左右 左右搖 然後大概要搖個 是說要搖100下 好 大家先搖一下 好 然後我把它 擠出來 一滴就好了 把它敲敲空氣敲掉 好 這個最怕 這個最怕乾掉 少要黏緊 好 現在呢 我們就來開始 這些毛 好 選好你要的長度 你要先撥一下 好 像我這邊 我看的到在這邊 這邊 跟這邊 需要再補幾根 好 我之前是用 9 9mm長度 然後呢 我沾一點點的 睫毛 好 要開風扇 好 你不要黏到皮膚上 好辣 好 你要找到有毛的地方 然後呢 我們當然沒辦法 一根一根 我可能會點到兩根 三根上面 沒有關係 你只要確定它的排列是順的 在同一個水平面上就好 好 上去了 再拿下一個 這個吹起來真的很舒服 好 我再拿來再取一根 再取一根 好 再來一下 好 它是在同一排上頭 OK 很好 繼續 好 這個非常適合 在家裡沒事蓋的人 好辣 你看我在指的時候啊 我的finger 這個 是頂在這邊 所以才不會晃 你這樣的話 比較好著力 弄完之後呢 我一定要把它弄順 確定它都在同一個平面上 好 你先不用急著梳它 好 我們再來取一根 好 再取一個 十的好了 長一點點 好 好 沾一點黑膠 好 你看到我這邊動越來越少了 好 繼續補一下 我用十的 我是用九 十 十一 圍成一個扇形 好 這邊 好辣 OK 欸 欸 理論上差不多了 這時候呢 確定都吹乾一點 你再去梳它 好舒服 好 這時候我再拿我的螺旋刷 把它梳順 好 你看我的正面 是不是就很自然 眼睛閉起來的感覺 眼睛閉起來的感覺 跟側面的感覺 跟側面的感覺 是不是就很自然 好 另外一隻眼睛也是這樣子 好 一樣 一樣拿我這個 然後呢 先找你的洞 哇 我這個就很明顯 中間都不見了 好 好 在弄之前呢 要把毛先梳好 梳好 把之前的毛梳了 如果之前有的毛 快掉不掉的話 最好是把它弄下來 好 好 首先我取了10公分的毛 蘸一下內膠 好 對準它 好 好 首先我取了10公分的毛 蘸一下內膠 好 對準它 好 趁它還沒有地形式 你可以把它角度調整 我剛剛發現它有點歪 所以我趕快把它轉正 還來得及 如果它乾的話 就來不及了 好 原來好了 再拿下一個 也是拿10公分的 好 又加壞 好 好 好 接下來呢 再拿一個 這個風扇真的很有用 這個風扇真的很有用 我剛剛這樣子的原因是我在滑毛 而且我沒有碰到皮膚喔 我還是切到我的睫毛上 所以它並不會影響到我的睫毛的毛囊 很重要 千萬不要貼在皮膚上 那我們 可能 睫毛沒辦法貼那麼靠近 會有點距離 沒有關係的 不用那麼完美 因為其實 這個本來就是 不是像專業美睫師 弄起來會那麼那麼的自然 但是它也OK了 其實 覺得還可以喔 好 我先刷一下 有點點歪 沒有關係 輸出還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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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再來一根 再補一下洞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的方法 我是真的是 這段時間疫情太無聊了 然後找到這個東西 我發現哇 弄完之後 這眼睛超有神的 而且真的是可以撐很久 都不用化妝就可以出門 好 找到 好 強一點 好舒服 這樣吹 好 好 欸 效果不錯喔 而且不辣 沒那麼辣 又是在吹風 好 超度乾了 刷一刷 好 我本人不是很喜歡 呃 直太靠近眼頭的 因為我覺得會不舒服 然後 你如果喜歡眼尾漂亮的話 你可以把眼尾給它長一點 我來做一次眼尾好了 讓眼尾能夠 長一點 那我拿11的 好 11的比較長的 11 好 再吹一下 好 我沾一下黑膠 好 麻椒 好 我的睫毛 條件 真的很差 我沒有 很多睫毛 所以 如果睫毛好的人 其實應該會 更容易 那我是 有點勉強 那OK啦 我不擔心 有就好 好 一樣 這隻眼睛 尾巴 真的沒有毛 可是你會發現 當你直太後面的時候 它很容易黏到下睫毛 雖然我現在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下睫毛 但是還是有個兩三根 它有時候會卡到 所以你記得要把它剝開 就是不要沾到 好 這邊也是 其實 從無到有啊 一隻眼睛 哎呀 一隻眼睛大概就個 兩三分鐘就好 其實你如果功夫好的話 好一點了 睫毛真的是女人 眼睛的窗戶 有睫毛 有睫毛 真的差很多 天啊 都怎麼火的 你看其實我這隻眼睛明顯就是這邊有兩撮太重疊 所以說它有點點黑一條 好 那沒有關係 這是我之前中的 那就算了 我就ok啦 好 吹一吹 你看 這樣是不是很方便 好 這就是 這就是 直完睫毛的感覺 沒有畫眼線 那一般來講 我們如果只睫毛的話 一般是不建議你再畫 那種很難卸掉的眼線 因為呢 不好去洗它 所以呢 我如果要畫眼線的話 我會補在根部的位置一點點 而且我會用咖啡色 就是我會用很淡 如果我真的想要畫 濃一點的眼線的話 我會用 比較容易卸掉 就是比較容易暈掉的眼線液 眼線液 或是說我會用眼影 描一點點在睫毛上扯 那我在卸的時候 我就是 拿水 慢慢這樣去洗 洗它 對 因為你如果是這樣來回戳的話呢 你可能睫毛很容易掉 因為我們並不是真的一根一根的去接它 所以它可能就是在很多毛都亂長 你就是硬給它貼上去 所以它可能是同時兩三根毛在一起 它也不會那麼牢 但是其實效果就還可以 就是如果你本身是個很懶的貼睫毛的人 那你又希望每天長得起來 就是可以有一點點精神的話呢 我覺得這是個蠻不錯的方式 所以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謝謝